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顿巴斯最新的一个战况 利西昌斯克的代理市长证实 俄军已经占领了比洛格里夫卡 比洛格里夫卡被俄军控制以后 塞菲尔斯克就形成了包围 南部地区实际上俄军现在已经抵达了费多罗夫卡 费多罗夫卡这一线 那么实际上对塞菲尔斯克形成了包围 昨天白天已经证实比洛格里夫卡的乌军已经全部撤离 撤向塞菲尔斯克 而且瓦格纳公兵占领了尼古拉耶夫卡和萨克万泽地 向塞菲尔斯克利曼的公路挺进 俄军在北部迪布洛瓦 迪布洛瓦克里米纳这个方向 迪布洛瓦方向 昨天的第144师也取得了胜利 也在向利曼方向进攻 那大家看整体已经形成对塞菲尔斯克一个大的包围 那从现在来看 乌军放弃比洛格里夫卡 那么在塞菲尔斯克建立阵地也就符合逻辑 现在塞菲尔斯克和比洛格里夫卡前线的视频以及照片 现在没有传到后方 所以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我还会给大家继续搜集 有更多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前线的情况 那么从现在利曦昌斯克 它的市场正式的消息来看 和我之前的推断是完全一致的 塞菲尔斯克的乌军现在已经被包围 那么南部巴赫木特 它这个乌军很有可能会选择 现在巴赫木特的乌军很有可能会选择从巴赫木特撤离 今天的瓦格纳官兵也证实这个消息 现在在巴赫木特室内 瓦格纳官兵发现乌军正在大公布特撤离 瓦格纳官兵的领导人普里格金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他也证实这个说法 而且他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喊话 布里格金表示 泽连斯基不要从巴赫木特撤军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 亚历山德罗为奇 许多人要求您从巴赫木特撤离 不要那样做 巴赫木特是这场战争的重头戏 我们必须继续战斗 你会表现出懦弱 你将不再受到尊重 乌克兰人民不会原谅你 将巴赫木特交给瓦格纳官兵军 抵抗战斗到底 布里格金 那他对泽连斯基这个讽刺 实际上也说明 现在瓦格纳雇余军 也发现乌军正在从巴赫木特撤离 乌军在撤离之前 向巴赫木特还派出了一些雇余军 这是在为撤离做准备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很多雇余军在巴赫木特作战 这是最新的画面 雇余军抵达巴赫木特的画面 实际上很多乌克兰的雇余军 现在被派往巴赫木特 特别来自于西方的 英国的 有英国的 有美国的 那这些雇余军的抵达巴赫木特 实际上主要目的 是要牵制巴赫木特的雇余军 为乌军的撤离做准备 乌军现在正在恰索夫亚尔方向 正在恰索夫亚尔方向 进行重新的集结 今天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增援的部队是从 恰索夫亚尔抵达巴赫木特 巴赫木特室内的战斗 现在俄军也发现 乌军开始进行收缩 进行收缩 而且在巴赫木特 乌军的士气也受到打击 出现虐待士兵的情况 乌军的排长 叫邦达联科 对士兵进行虐待的画面 他骂骂咧咧 对象战中防御的乌军 全拿脚踢 实际上主要还是针对乌军 在战斗中士气低落 有一些人不听命令 你可以看 但是烤火 没有进行下应的战斗准备 所以现在乌军整个 在巴赫木特 整个的士气也非常低落 在昏暗的小屋子里边 可以看 他骂的话非常难听 我就不给大家翻译了 实际上现在乌军在前线 整体的士气非常低落 特别是被瓦格纳公兵包围以后 乌军也知道 最后一定要撤离巴赫木特 所以现在很多前线的乌军 并不希望继续在巴赫木特作战 那么在巴赫木特市中心 这个巷战 现在也有消息 俄军成功的压制了乌军的 斯达林克 也就是美国的马斯克的星链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俄罗斯使用的是 STRIZ-3 还有HARPOON 反制系统 大家可以看 这是反制星链卫星的俄军的装置 这个系统可以探测 并压制包括无人机 以及星链卫星 相关的电子设备 释放电子干扰 所以在一个区内 可以造成的电子元件的失灵 所以可以有效的压制 就是STAR LINK 大家可以看 这是处理过的 俄军使用这个画面 画面中可以看到 俄军选一个方向以后 这个红圈处就是覆盖的区域 整个覆盖区域 所有的电子设备就被压制了 包括STAR LINK也不能用了 无人机飞入这个方向 也很难进行操纵 失去联系了和无人机 所以看俄军现在 他用技术手段 现在也在巴亨特 巷战中封锁巴亨特的 乌军的对外联系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顾问波罗利亚克 今天也拒绝透露 乌克兰武装队在巴亨特的损失人数 他指乌克兰为这座城市 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 说明巴亨特现在乌军自己也承认 战损率非常高 变成了搅游机 除了战场上的失利 受天气影响 乌军的整个战斗能力在下降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是美制的M777榴弹炮 这是在天气暖和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对俄军阵地经炮击的画面 可以看 这个M77后坐率非常大 但是呢 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呢 突然降温 这个M777榴弹炮 可以看 它实际上被冻在了阵地上 乌军呢 不得不放火 解冻 大家看这土地全部 冻结 那么必须放火解冻 然后才能撤离阵地 所以乌军呢 受天气影响也比较大 那么今天呢 斯拉维扬斯克 他的州长叫瓦基姆亚利赫 他呢 也呼吁啊 斯拉维扬斯克市民 撤离斯拉维扬斯克 他表示呢 在巴赫姆特和塞尔斯克 前线的乌军进行重组 并稳定阵线前 不要返回斯拉维扬斯克 那现在俄军的攻势呢 也造成了斯拉维扬斯克市内啊 和克罗马托尔斯克市内居民的恐慌 那么这个行政当局啊 斯拉维扬斯克 他的州长现在也宣布啊 当地老百姓可以撤离斯拉维扬斯克 那么未来呢 斯拉维扬斯克战役 开打以后呢 整个城市啊 大家可以想象 顿巴斯啊 其他的城市就会被完全摧毁 所以希望老百姓呢 尽早撤离斯拉维扬斯克 巴赫姆特巷战也非常残酷啊 这也是巴赫姆特巷战的画面 可以看摧毁这个乌军装甲车 那今天的乌克兰检察长办公室 已经正式2月13日到14日 还有15日 将对叶弗根尼·普里格金 也就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 进行传唤 指控呢 他犯有侵犯国家领土完整 现在的情况呢 和我过去给大家分析的情况 是完全一致啊 也就是现在呢 乌军已经发动了 对斯拉维扬斯克 北部地区的进攻 特别在红利曼方向 那么南部地区呢 巴赫姆特啊 战役结束以后呢 就会包围斯拉维扬斯克 所以斯拉维扬斯克很快就会 受到俄军的攻击 那么斯拉维扬斯克战役 很快就开始 前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的安全顾问啊 叫阿里斯托菲奇 他呢 在社交媒体上也证实 他呢 非常欣赏俄罗斯的新的指挥官 也就是格拉辛莫夫 他的混合战 这个阿里斯托菲奇表示呢 联合部指挥官 他的才能是非常优秀的 格拉辛莫夫是混合战争的作者 可以看出他对部队的指挥很坚决 打仗很理智 格拉辛莫夫是老派的代表 他知道如何打得很好 他通过拿下苏勒达尔 实际上 完成了对巴赫姆特的掌控 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呢 俄罗斯的指挥官 格拉辛莫夫 拿下巴赫姆特的目的 实际上就是要包围 斯拉比亚策克克勒马托尔斯克 就完成顿巴斯 最后的东北部地区 这个清剿行动 也就是完成在亚米比尔 红利曼和伊纠姆的战斗 就包围整个斯拉比亚策克 和克勒马托尔斯克 北部地区 完成顿尼斯克宪法边界的恢复 这个大家看懂了 所以呢 第144师也在克里米纳方向 在迪波罗瓦发动进攻 进攻红利曼 所以现在来看呢 整个的俄乌战争啊 和我过去给大家说的情况 是完全一致啊 就是在伊纠姆 红利曼 克勒马托尔斯克 斯拉比亚策克和巴赫姆特 这一线啊 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网 特别是南部地区 从马林卡向北 对红军村 沃格勒达尔 到大诺西尔卡 可以看这是连线 连成一线 从扎波罗地区呢 也是在牵制 扎波罗地区的乌军 牵制乌军 所以顿尼斯克的军事行动 也和扎波罗军事行动 是相互联系的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对地涅薄 地涅薄方向 乌军的整体的一个包围 所以这个区域的乌军 大约有十几万人 将被俄军完全包围 现在来看呢 乌军呢 从比洛格勒夫卡撤离以后呢 将汇集在塞浦斯克 而塞浦斯克呢 实际上 从三个方向也被俄军完全包围了 塞浦斯克在三个方向被包围 大家看这张图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塞浦斯克 那么它的北部在迪波罗瓦这个方向 昨天的发生战争 克里米纳 实际上也被俄军控制 沿迪波罗瓦这一线 也就是 这是迪波罗瓦 红林曼这一线 它的北部 对面斯克 北对面斯克这一线 也被俄军主见控制 这是一个森林地带 这个战斗主要在这个方向 北部有一个北对面斯克 那它向北也被俄军包围 那它的东部 比如哥里夫卡被俄军控制以后 从上卡米扬卡这个线 从东部 一袭昌测 也可以发起对塞浦斯克的进攻 从南部 瓦格纳官兵已经到了费德罗夫卡 就靠近了塞浦斯克南部的阵线 所以三面合为塞浦斯克 所以下一个场大战呢 就在塞浦斯克 塞浦斯克战役 结束和巴赫木特战役结束 从大的地图上看 也就是斯拉雅特 卡尔玛 托尔斯克 将被俄军完全包围 这回非常迅速啊 因为现在看格拉西莫夫 他已经掌握了主动 特别是巴赫木特 巴赫木特掌控以后呢 他可以切断塞浦斯克和斯拉雅扬斯克 也是军事坦尼罗夫卡 南线乌军之间的联系 特别在南部顿尼斯克 阿普迪夫卡 红军村这一线乌军的联系 就切断了南北 南北乌军 在第一道防线之间的这个联系 看到了吧 这道防线就被从巴赫木特切断 那么只剩下第二道防线 斯拉雅扬斯克 也就是靠近了顿尼斯克宪法边界 从北部伊军姆 到南部红军村 俄军形成一个大的包围 这个态势非常明显 让我在一个月之前 给大家做的节目里面就说过 俄军最终目的还是要 从伊军姆到红军村 包围斯拉雅扬斯克 就完成顿尼斯克宪法边界的恢复 那么现在看呢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 最后的斯拉雅扬斯克战役 很快就会打响 咱们拭目以待 后继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